就在年底要選舉國內政治情勢緊張之下 不要忘了太陽花旋運也才過去兩個月 這個時候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按照計畫 下週三要首度來台灣進行四天三夜的訪問 今天就有多位太陽花旋運的核心人物 他們再度聚集高舉紅牌 要求要停止張志軍跟委會主委王玉琦的會面 並且號召網友一起響應揚言 張志軍來到台灣的當天會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高喊口號表達反對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將於25號訪問台灣 與陸委會主委王玉琦會面 即位太陽花旋運要角 號召公民團體代表高舉紅牌要求停止王章會 請你們立刻停止 如果我們不停止的話 我們會在25號 也就是王章會預定舉行的那一天 號召人民一起站出來 不瞞王章會違反當初學運後 先立法再協商的共識 加上將討論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互設辦事出議題 搶搭足球任 公民團體邀請網友上傳舉紅牌照片 響應這波行動 學運代表曾要求與張志軍公開辯論台灣前途到底該由誰決定 不過陸委會前一天公布的行程中並沒有安排 倒是會在高雄一手大學由張志軍跟學生進行座談 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一手大學有任何公開的資訊 所以立點我們要求一手大學的效仿 千萬不要再複製過去這些官員來台灣的時候 都是樣板的行程動員學生去參加 學運若目公民團體接連出招 張志軍來台會不會再度引爆大規模抗爭 各界都在看 UdnTV胡錦順 陳玉碩 台北報導